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一波新的东北季风来报道 所以北部地区 宜兰还有花莲地区 仍旧是湿冷的天气状况 那么降雨几率都非常的高 同时温度也明显的下滑 而且不是只有北部地区 中南部地区很稳定很稳定 可是很稳定的天气状况 清晨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 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 所以清晨的低温 今天在中南部 有测得了最低温是12到13度 你就知道这个温度有多低 白天的温度会很快的回升 所以北部地区降雨 中南部地区 沿海空旷地区要注意 早晚的温差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中央气象局的预测 北部地区因短暂雨 降雨几率是80% 白天的温度是18到24度 中部地区以及南部地区 很稳定 晴时多云 降雨几率都是零 中部地区是18到25度 南部地区是19到30度 还是要提醒南部的温差 真的非常的大 至于在东部地区 北宇南情 宜兰有60%的降雨几率 到了花莲还有20%的降雨几率 但台东降雨几率就偏低了 而在温度的部分 宜兰的部分只有19到22度 花莲跟台东是20到26度 澎湖地区多云降雨几率20% 白天的温度是19到21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台南18度 台中高雄17度 宜兰花莲澎湖19度 台南18度 还有台东是20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是上涨的 道权供业指数上涨了183点 收盘指数是33781点 涨幅0.55% 纳斯达克上涨了123点 收盘指数是11082点 涨幅1.13%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29.53点 收盘指数是3963.45点 涨幅0.75% 费城半导体更是大涨了71点 收盘指数是2744.73点 涨幅高达2.67% 其实美国股市没有太多的一些讯息 大家等待的还是下个礼拜的 联准会的会议 然后同时在整个的美国殖利率 倒挂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现在目前经济衰退的压力 还是非常的大 不过连续跌了五个交易日的美国股市 出现反弹的走势 这就不让人意外了 接着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油价 油价还在反映衰退隐忧的下跌 纽约油期货价格下跌了0.5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1.46美元 跌幅0.76% 再度的收在去年12月21号以来 将近一年来的新低点 北海布兰特原油也下跌了1.0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76.15美元 跌幅达到了1.32%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是上涨了0.97%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0.37% 芝加哥玉米期货则是上涨了0.23% 至于在贵金属的部分全数上涨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3.50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1801.50美元 涨幅0.19% 白银的期货涨了1.41% 铜的期货涨了0.6% 把金的期货大涨了4.13% 又跌破了105的指数 104.79 那么欧元跟英镑对美元都是升值的 不过日元对美元小幅度的贬值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欧洲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是涨跌互建的 英国金融税报百分子股价指数 小跌了17点 跌幅0.23% 法国巴黎政商公会指数下跌了13点 跌幅0.2% 那么德国法兰克普指数呢 则上涨了3点 则小涨了0.02% 好 接着呢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了 其实呢今天的还在谈说 有没有包尔衰退 当然谈的其实就是 美国的殖利率倒挂的问题呢 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们现在以今天凌晨呢 收盘的时候 就美国的债券市场收盘的时候呢 它的两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是4.314% 而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呢 是3.489% 两者之间的差距呢 超过了80个基准点 差距是非常的大的 那这么大的一个差距呢 显现的当然就是 投资人对于未来的前景 是非常不乐观的 现在我们其实看美国的这个公债殖利率 越短天期的六个月期 它殖利率是最高的 然后呢 接着依次递减 理论上来讲 越长天期 殖利率就应该越高 可是它是依次递减 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是短期 投资人认为联准会会因为通膨 而继续的升息 但是你看到六个月后 联准会就有可能会因为经济衰退 而被迫要降息 所以越长天期 为什么这个利率会越往下降 那原因就是在预测 联准会未来将会为了半年之后的衰退 可能要降息 就反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昨天呢 有女股神之称的方舟投资的创办人伍德呢 那么他就公开的呼吁 联准会呢 现在忽视了衰退的压力 可能呢 会犯下严重的错误 好 那么当然也有人不赞成他的看法 像美银的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股市呢 美国的经济呢 应该只是温和的衰退 不过呢 根据这个跨国风险管理公司 他们做的最新调查 在美国受访的1550家企业当中呢 那么有77% 就将近八成的企业 说他们因为受到与通膨的压力 所以呢 被迫要升息 明年要升 明年要加薪 而要加多少呢 大概平均4.6% 这幅度其实是蛮高的 那么也根据这样子的一个 加薪的幅度 那你可能会导致薪资通膨 因为薪资成长成本就增加 成本增加企业就必须要转嫁给消费者 消费者的这个支出就要增加 好 这个薪资通膨循环呢 出现之后呢 那么现在呢 有这个包括了瑞银啊 提出警告 明年联准会恐怕会被迫 要升息到5% 好那当这个加薪的这个薪资通膨啊 也要看美国的就业市场 美国呢 这个上个礼拜 初次情理事业就金人数 微幅的增加了4000人 虽然有小幅度的增加 不过23万人 仍旧就失业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并不算特别的高 再加上美国现在失业率呢 只有低到3.7% 所以呢 那么仍就是符合预期 符合水准 然后呢 也符合持续的维持 整个的这个低失业率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就缺工的问题 还是非常的严重 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瑞士银行啊 他们公布了最新的2022年的 亿万富豪报告 全世界最有钱的人分布在什么地方 那么这份报告呢 他调查的是到今年3月底的时候呢 全球亿万富豪的人数 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减少了3% 从2755位 那么下降到2668位 好这个烧勘这个安慰 好这个说有钱人也受伤很重啊 不过这个是亿万富豪 而且他到 这个计算是到今年3月底为止 所以如果说按照这个今年这个 整个股市下跌的状况的话呢 有可能整个亿万富豪减少的速度 可能还会更多 那么不过呢 亚太区人就是亿万富豪 就超过1亿美金的富豪呢 人数最多的还是有1084位 不过比去年减少了50位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沙厚地阿拉伯呢 公布了他们最新的财政预算 就是明年度的收入啦 支出啦 然后以及他们的财政盈余 他们调高了他们的财政盈余的预测 从原本呢 预测的 一百六 这个这个 由原本预测的 90亿 离亚尔 就他的这个货币呢 增加到了 这个160亿 离亚尔 约当这个43亿美元 所以他们有财政赤字 相反的 他有财政盈余 而且从他的收入支出跟盈余 那么来推估呢 现在推估说 那沙厚地阿拉伯所预测的明年的平均油价 一桶是80美元 目前呢 油价呢 一桶呢 只有70 就以北海布兰特原油来讲呢 一桶呢 只有76美元 这样看起来呢 沙厚地阿拉伯其实对于明年的油价 还蛮有信心的 好 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中美科技在下 荷兰会不会真的跟进啊 根据彭博的报道 荷兰跟美国呢 在这个协商的过程之后呢 有可能会在下个月 颁布新的对于中国大陆呢 有关于半导体的相关的 这个限制规定 而这个限制规定呢 有可能会从现在 这个EUV 也就是先进制程当中 所需要的这个设备 然后不可以消往中国大陆 会进一步扩大到 成熟制程的DUV部分呢 也不可以消往中国大陆 那这个DUV呢 有可能是这个浸润式DUV 因为这个部分呢 你只要做几度的曝光之后呢 其实也可以达到先进制程的效果 那如果说呢 这件事情成真的话呢 对于中国半导体的发展呢 势必会再产生冲击 好 不过入港股的部分呢 昨天呢 这个入股的部分是小跌 香港的股市呢 反而是大涨的 上升综合指数呢 下跌了2点 跌幅0.07% 深圳城市呢 下跌了28点 跌幅0.25% 不过香港恒生指数呢 出现了这个上涨的行情 当然它前一天 跌幅就超过了3个百分点 所以昨天呢 涨幅也超过了3个百分点 就一来一往之间 把这个前一天 礼拜三的大跌 的这个跌幅呢 弥补回去 所以香港恒生指数呢 最后是大涨了627点 刷牌指数是 19,442点 涨幅高达3.33% 这里面呢 科技指数呢 大涨了6.59% 也反映在 今天的美国股市当中呢 那斯达克当中 很多的中概股的 这个行情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台北股市啊 台北股市呢 昨天呢 是开低走低 最后收盘的时候呢 下跌了76点 收盘指数 14,553点 跌破了月线 跌幅0.53% 成交金额呢 萎缩到只有1817亿元 几乎是创下了 这个12月以来的 最低的成交量 那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 外资在10月的时候 大幅度的买超 可是12月以来呢 那么除了12月1号 还买超了130亿之外呢 那么剩下来的5个交易日 卖多买少 这四个交易日是卖超的 然后只有一个交易 是小幅度的买超 那么昨天呢 那么是继续的卖超 90亿元 好 所以呢 这个外资的调节 似乎也出现了 这个其实也是 台北股市当中呢 比较让人担心的 不过OTC呢 上涨了0.31个百分点 上涨0.58点 那么成交金额是600亿元 好 不过提到两岸的部分呢 那么昨天呢 是由余慧 余慧呢 这边就余明这边呢 那么发现到说呢 明年1月1号 那么几乎中国大陆呢 是暂停进口 我们所有的水产品啊 那么这个呢 是因为中国大陆呢 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公告了 全世界所有进口 到中国大陆的食品 都必须要预先的 在中国大陆注册 那么一直到今年的8月呢 其实我们还有相当多的 水产品进口业者 那么出口业者呢 都没有完成这个注册 就没有通过注册 不是完成 是通过注册 这里面呢 还有很多人补件 但是呢 截至这个 这个12月1号为止呢 根据大陆海关总署的官网 那么2023年5月 或者是2024年 这个3月到期的 这个台湾的水产的续号 有890项 这里面呢 只有一项通过 那这是屏东的 做鱼松的 这个卫衣食品呢 它可以出口到中国大陆 剩下来的887项 是暂停的 然后呢有两项直接是撤销的 所以呢我们的水产品啊 尤其是秋刀鱼啦 五载鱼啦 还有鱿鱼啦 可能会是受影响 最大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业者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呢即将要 拜登呢要签署 这个新年度的国防授权法 而在这个新年度的 国防授权法当中呢 目前看到包括了亚马逊 Google还有微软跟甲骨文 等四家业者取得了总价 大概是90亿美元的 联合作战云端能力 那这云端能力呢 需要大量的伺服器 所以呢对于台湾 伺服器的相关业者 应该是有它的帮助的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行政院昨天呢通过了 经济部所拟的 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草案 那这个修正草案要送到立法院 经过三读程序之后呢 才能够完成 而这里面呢 强制的规定 所有这个新建 或者是增建 或者是改建 符合一定标准的建筑物 都必须要强制的装设 屋顶装设一定容量的 太阳能光电的发电系统 那这当然对于台湾 这个太阳能相关业者 还有建筑业者 影响其实都非常的大 当然这一定标准 未来呢 其实还要由经济部 跟内政部来定地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 感谢观看